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去一个被彻底探索完的地下城冒险 境意外碰到了传说中的巨龙 要知道这可是世间魔物的顶点 作为一名区区同级冒险者 结果毫无意外 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他毫无抵抗之力 然而不知为何 当回过神时他竟发现自己变成了不死族中的古人 本以为按照认知这只是最低等的魔物 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 他竟发现自己还可以使用作为人类时的境物 并且每打倒一只魔物他都可以提升体质 更是达到一定程度还会进化 不仅变回人类指日可待 甚至更进一步成为神音级冒险者也不是猫 要知道这可是冒险者中最强大的等级 还是人类时的他想都不敢想 但就在刚变成古人时 男主却并不知道自己要开挂 先不说他目前只是最弱等级的魔物 就算他想回到城镇也是个问题 被别人看到自己不被干掉就怪了 不过这些男主也只是想想 关键自己现在应该何去何从 刚才的巨龙已经没有了影子 于是漫无目地下男主也向外面走去 好在这个地下城的特色就是没有人 毕竟已经被探索完毕的地方 压根就赚不到什么钱 根据男主的经验 几天内想碰到一个都难 倒是附近存在着不少低等的门 男主本来就在一边瞎逛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只癫痫发作的骷髅却盯上了他 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但见此男主也准备战斗 他有武器怕什么 可当行动起来 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很沉重 可能是骷髅本身没有肌肉的缘故 不过没有功夫多小 就在这时男主也决定动手 可不料这一举不要紧 下一秒他就摔了一个底朝天 男主懵逼了 显然是好兄弟和他的情况差不多 不过很快他又看见了更离谱的事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只骷髅发现站不起来后 他竟然自己给自己揭起了负 虽然有些傻眼 但趁此机会男主也连忙思索自己该如何战斗 剑术现在是用不上了 可作为人类时的气质力呢 就在这心念一动下 男主没想到自己还真成功了 此时骷髅也刚好接好了 没想到好大哥原来是真会 不过现在的男主已经完全不虚 通过气质力他可以提升自己的力量 再加上武器的存在 两者结合下他的攻击力大涨 而结果也不出所料 男主只用了一击就将他打残 随后接一发骨刀送他上路 可就在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就在男主以为骷髅还活着时 散发的光芒却忽然流入了他的身体 男主顿时感觉自己刚才消耗的气质力不仅恢复了些 并且身体也好像没刚才那么沉重了 也是这时男主突然想到自己认识的一位学者 他曾说过魔物可以靠岁月的累积 从而进化为更高阶的存在 与人类通过训练才能成长相比 两者不是一个次元的存在 而就比如古人中就有进化成石石鬼的案例 想到这里男主顿时就打起了精神 毕竟要是变成石石鬼 他只要靠简单的衣袍和面具就可以伪装成人类 有了动力后 于是男主接下来便开始在这里大肆杀物 此地最少不了的就是骷髅和史莱姆 仅是一天的功夫 男主的实力就恢复到了人类时期的水准 而更惊喜的是 经过测试他才发现自己还可以使用魔法 甚至还可以使用作为人类时的圣器 要知道这可是用来进化不死族的东西 同时拥有气力魔力和圣器 这就算在高阶的冒险者中也是寥寥无几 这是男主在人类时期就会的三种力量 没想到就算成为不死族也继承了下来 只是可惜的是他每种力量都特别弱 就算过了十年也陆陆无为 不过现在却不一样了 如今的他甚至有希望踏进神阴纪 这天男主像往常一样的击杀史莱姆 可没想到的是 这时他的身体却忽然发生了一遍 他不仅能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飞速上涨 并且肉眼可见的 他的身体上还慢慢长出了肌肉 根据学者告诉自己的案例 男主深知自己是要进化成实施鬼 只是他也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就这样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等回过神时男主的身体也焕然一新 结果没有意外 他进化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实施鬼 虽然是令人不舒服的干湿 但他却知道自己已经前进了一大路 只要接下来继续努力 当他成为更高阶的吸血鬼时 届时他就与人类没什么两样 不过这些对他来说还有些遥远 想到自己已经有了肉身 男主便开始练习发声 虽说实施鬼的肉身让男主有些不习惯 但多加练习他却觉得自己可以 与此同时冒险者工会 一个前台却有些苦恼 原来他现在有一份委托非常适合男主 非常适合这种十年才只有同级的冒险者 有经验却没有什么能力的大闲人 是带新人的最佳人选 要知道放在平时的话 以男主的等级连一份正常的委托也接不到 只能去已经被人探索完毕的水月迷宫去简陋 可没想到关键时刻他却找不到男主的人了 本来他想让新人再等几天 等到男主回来再说 外成为实施鬼就算了 好不容易搞到个面具遮遮脸 自从男主进化成实施鬼后 凭借地形优势 现在的他对付哥布林已经不成问题 也因为进化的缘故 不仅行动力锁了许多 就连魔力跟力量以及圣器都有所成长 这也从而让男主可以强化全身 以及给武器灌注力量 在利落干掉两只哥布林后 男主意识到自己现在或许比生前还要厉害 与此同时 一个黄发妹子正在迷宫中刷紧 纹身赶来的男主本想不去 但想到如今这副鬼模样没准会被当成怪给刷了 索性打算暗中观察 看清楚长相才发现是新人 毕竟作为万年吊车尾的男主 镇子上的冒险者早就认识了个变 很快女孩便遇上了一只骷髅 虽说能勉强抵挡住骷髅的攻击 然而一味地回避应对 让女孩很快就被逼近了死空头 就是我一人前的冒险者 我身边的时候 我决定是一人前的冒险者 不会有对 尽量在居在上 没办法 我可以 别一样 好 救下女孩后 男主向妹子解释自己就是冒险者 然而此时的妹子早已被吓坏 男主见状只好扔掉了武器以示立场 妹子冷静下来后 对于男主的说辞她是半信半疑 在妹子临走前 男主想要拜托她帮自己买套衣服 紧接着在地上放下一袋钱 在妹子接过钱袋后 表示她是出身歧视世家的丽娜 男主的这份恩情她必定会报答 当丽娜回到小镇上后 便询问了工会前台小姐姐哪里能买衣服 而回到迷宫身处的男主 继续进行她的刷怪日常 不久后丽娜便再次来到迷宫 在确认眼前的实施鬼是男主后 将剩余的钱还给了男主 虽然明白男主没有威胁 但看着样子心里难免会感到害怕 虽然有点尴尬 但比起这个男主更想看看衣服的眼睛 在清点衣服时 发现里面还有两卷绷带 丽娜解释说是用来遮挡手脚部位 对方细腻的心思让男主都快感动 在换上衣服后 发现脸部还是有点太显眼了 随后丽娜从盖子中翻出一个面具 这也是为男主特地准备 当男主戴上去之后却发现摘不下来 丽娜也慌了 解释面具是从路边摊买的 因为看着不错以及价格便宜 于是就买了下来 并且记得明明上面没有诅咒的气息才有 男主很快就意识到面具只有戴上它会生效 文字不动 丽娜很是愧疚 但男主并没有因此放在心上 之后两人在回去的路上 得知了作为新手的丽娜 为了找到适合新手的工作 所以才特地从王都赶到这里做任务 很快两人便来到城门口 然而男主发现这里有耳朵熟人 要是在检查身份证时肯定会露线 索性打算从别的城门进去 出发前男主希望丽娜同行到这里就行 毕竟他是魔物 要是被发现那么他就会被问过 严重的可能会丧失冒险者身份 但丽娜执意要与男主同行 毕竟她的命是男主救 之后当两人过关时 丽娜很顺利就通过 然而男主可疑地装扮引起卫兵的鼓务 并让男主露出脸部 丽娜连忙解释男主被面具诅咒拿不下来 谎称是因为跟魔物战斗深受重伤 为了遮住伤痕才买了面具 结果面具上有诅咒 男主顺势让卫兵拉拉看 在一顿尝试过后 卫兵只好放心 之后在一辆马车经过的功夫 男主就已经消失不见 而在不远处偷偷观察的男主之所以挣脱 是因为她相信丽娜以后会成厉害的冒险者 对于她这样的小角色到时候自然就会忘记 在天黑后男主回到了家中 并唤醒了熟睡中的妻子罗琳 挑神龙怎么也没想到 被他当灵嘴随意吃掉的奶 居然还能从她的答辩中苏醒 并且因获得福 获得了能无限进化的神迹能力 男主也是服了 他虽然有听过不当人会变强的传闻 但会拉低颜值这种副作用 他是万万没想到的 于是大半夜悄悄摸到了好友罗琳家中 想询问对方有没有解救方法 可罗琳身为天才大学者 也还是头一遭听闻男主的事件 毕竟被神龙吃掉 然后变成不死 怎么看都不现实 男主也知道这样说很荒谬 不过他还拥有着身为冒险者时的记忆意识 这应该足以证明他是人而不是魔物 罗琳无奈 因为现阶段的他也没办法轻易做出判断 于是便决定将问题搁置等以后再说 紧接着便询问男主之后的打算 男主表示自己还想当冒险者 不过他现在这副模样根本去不了公围 所以想请罗琳帮他接委托 罗琳也是卖了个人情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并在此基础上还给他提供了住宿 但条件是男主的身体得供他研究 而且还得帮他做家务 这怎么看都像是份美差 于是毫无意外 男主在罗琳家里住了下来 等对方将模式换成金币后 他就前往城镇去换把衬手的武器 然而即便是他已经遮掩成了这副名 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也令周边的居民感到恐惧 于是赶紧拉低帽颜快步地朝武器垫走去 可是当他一进门 老板娘就露出一副惊讶的武器 男主以为对方是被自己的这身装扮给吓到 于是连连道歉 表示自己不是来抢劫的 而是想换把衬手兵器 老板娘到了生尸里后便拿起剑 发现剑身很是斑驳 已然是达到了寿命极限 而且通过寿所顾问 他还判断出男主会使用魔法或者勾起 男主也是没有隐瞒 甚至将自己会神圣魔法这种稀有技能给说了出来 希望能换把能承受住他所有技能的武器 不过老板娘却说这类武器很特殊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锻造 于是便先递给男主一把剑作为平替 并告知男主一周后再来 而在分别前老板同男主握了个手 可谁曾想着微不足道的礼仪 却瞬间暴露了男主身份 老板娘有点难受 以为男主不信任他们这些老朋友 但一旁的老板却猜出原因 说男主大概是中了什么诅咒 为了不给他们店里带来麻烦 所以才隐藏身份 回去后 男主给罗琳做了顿丰盛的晚餐 紧接着便提出自己要去迷宫内继续刷怪升级的事情 罗琳有些遗憾 因为他早上重新阅读了文献 发现男主明显跟其他实施鬼不同 这也就代表着实施鬼变成吸血鬼这进化学术 放在男主身上并不合适 言外之意就是男主不一定会进化成吸血鬼 男主愣了一下 他虽然很想长得更像人类 不过目前来说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不至于被冒险者打死 他必须尽快打倒魔物变解 于是隔天一大早就启程前往迷宫 与此同时 罗琳回忆起首次同男主相遇的故事 那时候的他年仅14岁就取得了大博士学位 清冷的性格使他对世间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为了打发时间 独自来到边境采摘西游草调 可就在这时 一只哥布林突然出现 正在罗琳不知道怎么办事 男主站了出来 并指挥罗琳用火球术进行攻击 罗琳煞时间回过了神 他虽然14岁 却拥有着迎急的实力 一发火球术就将哥布林烧得连扎都不剩 在休息之余 男主看出罗琳虽然拥有很强的实力 却缺乏实战经验 于是便提议在此期间由他来担当护博 罗琳也是第一次发现这么兴起的人 男主不挺精通药草的知识 而且战斗的方式也别具意义 更是能在各种复杂的环境里找到生活 当下便同意了下来 至此俩人便结下了缘分 并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 话说男主 此时刚到达迷宫 就看见了一个冒险者正在被史莱姆袭击 很显然对方并不是史莱姆的对手 眼看马上就要被史莱姆吞噬 男主毫不犹豫出手将他解救 一剑便将史莱姆砍成了烂门 然后见冒险者身体没什么大碍后 便继续朝着迷宫伸出走去 因为冒险者原则上都要对自己负责 就算死在迷宫内也是自己的责任 然而这个冒险者一见到大牢 当即就冲了上去抱大牢 他声称自己是个新人 因为开店欠了许多钱 所以不得不冒着危险来迷宫赚钱 男主叹了口气 虽然原则上不行 但他还是不忍心 这个新手冒险者就这么挂在这 于是便带上了他 并给了他一个扛行李的工作 听到这话 冒险者很是高兴 二话不说就跟了上去 紧接着男主便带着他来到了隐藏通道 也就是那个将他变成不死者的地方 虽然神龙消失心里已经有数 可没想到这里居然连件魔道具都没有 但很快冒险者就又发现了一个隐藏通道 不过遗憾的是 里面依旧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房间 而新人冒险者也不愧是新人 不管有没有陷阱禁止就走过去 等男主想提醒时也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魔法阵直接将他给传送到了未知领域 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做法是放任不管 但男主还是秉持着内心的正义 踏进了魔法阵 不过才刚进去他就懵了 只见一只巨大的古巨人出现在面前 十几年冒险经验告诉他 这里一定是头目房间 如果不打倒他的话 那自己就绝对出不去 于是毫不犹豫拔剑摆出战斗姿势 就这样 男主的首次boss战打响 这个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暗恋的心上人在重生为实施鬼后 竟然主动抱住了他 本以为是鱼目脑袋开窍 殊不知男主只是盯上了他的肉体 就在两时半会前 男主不小心被传送到迷宫的隐藏关卡 在这里有一只禁机的巨大骨头怪 并且不打倒就无法离开 男主直接释放强化魔法率先发起攻击 然而哪怕全力一见麾下 也没对骨头怪的身躯造成一点伤害 反观骨头怪随手一击 都是要半条命的威力 剑一般的气强化不管用 男主又给自己加了个魔力杠 紧接着几个闪转腾挪来到骨头怪身前 罩着关节就是狠狠一见 可惜的是 依旧无法造成什么有效伤害 眼看骨头怪一步步逼近 男主回想起了师父的教诲 无论面对什么敌人 只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就不算输 于是男主决定独一吧 庆幸的事件支撑起了男主两次超负荷的攻击 随着致命弱点后警被男主一键斩断 骨头怪也就此领了合范 随后男主用残存的圣器给路人伤势做了印记处理 望着眼前骨头怪的遗骸 路人一脸不可思议 可男主手中的巨大魔石却是那么耀眼 让他不得不信男主真的有强大实力 接着男主表示可以把价值不菲的魔石让给他 不过需要路人答应一些条件 男主随即拉开衣袖露出了部分实施鬼的肌肤 谎称自己因为魔物外貌遭到了变化 现在很难进入商店和工会这些场所 所以男主希望路人能帮他在这两个地方跑跑筒 而第二个条件则是男主能随时去他开的店里有杯吃饭 文言路人顿时泪流满面 对于男主提出的条件一口答应 殊不知男主其实也有自己的算计 之后两人通过传送阵回到了城镇 虽然可以继续探索下一层隐藏迷宫 但男主还是决定调整一番再战 很快男主就跟着路人来到了他开的饭店 而路人果然没说过 不仅有自己的店铺 还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见到这幕男主也是松了口气 告别路人夫妻后 男主便准备返回智友罗琳家 可途中男主却突然感到很可惜 如果那个路人是个骗子 没有家人的恶棍 那自己似乎就能吃到什么美味的 此时男主意识已经逐渐涣散 实是鬼的近视欲望让他产生吃人的想法 就这样男主强撑着回到了罗琳家 看到罗琳遇见的瞬间 近视欲望终于被放大到了极致 男主一把就将其搂在怀里 如此举动倒是让罗琳不禁小脸泛红 本以为彼此的爱情之路终于要迈出第一步 不曾想男主只是字面意思上单纯的小事他 随着欲间传来的剧痛 罗琳瞬间明白男主发生了一点 立即一把将男主推了出去 好在经过几番确认 罗琳发现男主还存有一丝意识 随即释放一发沉睡魔法将其弄昏了过去 等男主再次醒来 只觉得脑中记忆十分混乱 但他记得自己是攻击了罗琳 可罗琳却让他先别急 自己已经原谅了他 毕竟这只是一场意外 正常情况男主是不可能伤害他 可看到罗琳因自己而受的伤 男主实在不忍 于是用自己的圣气开始全力治疗 可就是这一致 两人突然就发现了新大路 照理说以男主的圣气量最多只能缓解伤势 可如今竟然能达到完全治愈 连一条疤痕也不留下 但不光如此 罗琳还发现男主头发茂密了许多 拖开上衣一看 男主瘦弱的身躯不知何时变为了正常人体型 尤其是脸上的诅咒面具也发生了一点 虽说还是不能摘下 但却可以凭意念改变面具覆盖的面积 能出现这样的变化 男主只能将其归功于奇迹般的进化 或许是打败巨大骨头怪就凑齐了进化的经验 但罗琳的血肉才是完成进化的重要契机 按照魔物图鉴的定义 男主现在是比下级吸血鬼低一级的诗鬼 罗琳结合自己先前的魔物进化论研究 不禁有了个大胆的猜想 当初男主重生为骨头怪时 进化的方向除了诗诗鬼 其实还有着补兵和补骑士等其他选项 可为何男主偏偏进化成了诗诗鬼 对此罗琳的推测则是 魔物很可能是朝自己期望的方向进化 比如男主一直想变为外貌接近人类的魔物 那进化的方向就是往人类特征明显的魔物 至于为什么不能直接进化成最接近人类的吸血鬼 想来就是需要更多的经验值和各种条件 但总而言之 只要不断刷怪炼击 男主虽然不大可能变回人类 但进化成吸血鬼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震惊的是藏环了 罗琳便让男主脱光衣服让他好好研究一番 就这样经过罗琳一晚抓住未来的秘密研究后 男主来到武器店换了把更好的剑 这一次他要去迷宫狠狠大杀四皇 人第一次下厨 就给暗恋对象做了一碗毒药 可男人明知是毒药 却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只因他的身体已经化为魔物 自从男主进化为试鬼后 罗琳就让他配合进行各种实验 果然毒物对男主完全没有效果 可不知为何 回复类的药剂和药水却能生效 而且试鬼的身体也不需要睡觉 唯独有一样东西令男主有点头脑 那就是这副身体时不时出现的饥饿感 他十分厌恶这种渴望血肉的感觉 男主还在思考时 罗琳把一个小瓶子递给了他 男主第一反应认为这又是毒药 不曾想这是罗琳专门为他准备的血液 他知道男主十分抗拒血润 专门为他准备了这个小瓶 只需要一滴便能抑制住食欲 而接下来男主准备前往公会 毕竟只有接受委托才能继续进击 听到这话 罗琳并不赞同他的做法 只因要接受委托就必须出示冒险者证 以男主曾经的影响力来说肯定会引起大骚乱 这也让男主有一点 从协助新人到处理麻烦委托 冒险者公会都看在眼里 甚至想邀请他进入公会工作 只是公会见男主没有一点想要引会的样子 这才没有向他提出来 不过男主得知后也不打算引会 毕竟他的梦想是成为神鹰级冒险者 罗琳沉思了一会后 给男主提出了建议 那就是让男主以新身份重新加入公会 男主也同意了这个方法 于是他来到了冒险者公会 但男主怎么也想不到 在他重新加入公会的不久后 他会再一次遇到实力与巨龙同级别的 而在此之前 他来到老熟人雪拉这登记 对此他也有些感慨 毕竟上一次写登记表还是十年前的事情 在经历那么多事情后 自己还是重新开始的 当雪拉看完表格后满眼震惊 原来男主新登陆的名字也是连特 只不过他把姓氏改成了罗琳的维维耶 这也令雪拉想起了失踪的男主 在领取铁级冒险者证明后 男主又再一次地来到了水月迷宫 很快他就被前方打斗的声音吸引住 或许一看发现 原来是两个新手冒险者在对付哥布林 见对方能好好配合一名 男主判断他们在这一层不会有危险 于是转身就离开了 以前他会主动地接触新手为他们带路什么 但现在这副模样 只要不是遇见急需帮助的人 他都不会主动地去接触 而这次他来到水月迷宫的目的 就是前往古巨人房间的另一个传送阵 若是探索前方这片未知区域 然后把其上报给绷回 就会获得大量的贡献 踏入传送阵后 他并没有见到预想中的墙壁 他只是被传送到一个不满灰尘的房间 等他掀开帘子 发现床上只躺着一具窟窿 你 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再听一听 你 你在那里做什么 你 这人是惊喜的 女人散发出来的气势 丝毫不亚于男主当初见到的神龙 听到男主说物色东西 女人直接把男主当作小偷 而小偷就应该做好随时死去的觉悟 他最无法原谅的事情 就是这个地方会被人答应 不等男主解释 抬手就直接发动了攻击 被击飞的男主并没有死去 只是全身的衣服都被烧掉了 此时神秘女人还想捕捞 可当他看见男主的魔物身体后 就放下了手停止攻击 他已经猜到男主为何能来到这里 但他并没有和男主解释什么 表示是他误会了男主并提出歉意 他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称自己把男主的衣服给烧掉了不好意思 男主也是无语 这哪是衣服的问题啊 那可是差点被杀了呀 可他没想到的是 女人直接把身上的披风脱了下来 把这作为陪礼送给男主 同时他也拜托男主 不要把这个地方说出去 而作为保守秘密的打信 他又拿出了一个地图 表示这是能自动记录持有者 以攻略迷宫空间的魔导剧 见男主没有拒绝 他认为双方的交易已经完成了 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他就被传送到了水月迷宫的出口 两分半后 男主回到了小屋 罗琳知道一切后也不禁吐 或许男主是中了某种诅咒啊 不然你怎么会一直遇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随后两人开始研究神秘女人给的魔导剧 罗琳表示上面并没有诅咒 可魔导剧对她的魔力完全没有反应 但当男主输入魔力时 魔导剧逐渐呈现出密密麻麻的图案 这是水月迷宫的地图 不仅如此 地图上还显示着两个移动的小布料 而且上面还附带人名 男主判断这是刚才遇到的两个新手冒险者 听到这个罗琳惊呆了 他告诉男主这地图的性能可是厉害的下 都能称得上是国宝等级的魔导剧了 两人继续实验地图 把地图切换到了新月迷宫 不过因为男主没有探索完的原本 魔导剧上只显示了一部 除了这件魔导剧外 男主还让罗琳查看他身上的斗篷 他只是粗略地看了看 就知道斗篷也是高级 不仅魔法耐性十分的高 普通的刀刃也无法轻易刺穿 这防御力已经比一般的铠甲高很多了 而关于神秘女人方面 两人都没想到有用的情报 唯一知道的是 女人实力在荆棘冒险者以上 隔天 男主再次来到水月迷宫 自从他在这里遇到了神龙后 他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 莫名其妙地被吞了 然后成为了魔物 或许换任何人经历他这种事都会觉得倒霉 可在男主看来 与强大的敌人战斗 遇见更多的谜题然后变得更强 这不正是自己憧憬的神音及冒险者的冒险吗 所以他打算再一次去到那个房间 然后找到那个女人聊聊 或许对方会知道自己成为魔物的原因 可等他来到入口时 传送阵却早已消失 男人被巨龙一口吞下 重生成为了不死足魔物 虽然凭借自己的毅力一点点进化 外表越来越像人类 但终究不能用回以前身份当冒险者 于是男主向工会重新注册 成为一名新的黑铁冒险者 这天男主越级完成了三头猪鬼的任务 于是前台小姐姐推荐他去升级考核 将黑铁提升为黄铜等级 晚上男主和罗琳商量了一下 罗琳也赞成参加这次考核 正巧次日就是这一期的升级考核时间 男主立马抓住时机报名参加 不然下期估计就要几个月之后 接着他凭借着自己考过一次的经验 男主轻松便满分通过了米试部分 之后就到实践部分 这次实践测试是让冒险者们组队 完成工会准备的尾部 而跟男主组队的 正是之前男主在新手迷宫遇到的两个新人 红毛名叫铁弹是一名剑客 主要负责前卫冲锋 紫毛则叫小美是一名魔法师 并且还能使用治疗术主要负责后卫 这次工会委托的是 让众人比达地图上 新月迷宫标注的指定地点 实现是在日落之前 并且第一个到达的队伍 还有额外的奖务 于是众多黑铁冒险者 立马朝着新月迷宫出发 铁弹也想抓紧时间抢先一步 却被男主叫停了下来 接着男主让他们先重新买一份地图 原来工会给的地图 已经是15年前的版本 早就没有了任何的参考价值 于是男主来到一旁的杂货店 向店家买了一张一层的地图 两人拿两张地图对比一看 竟发现有不少地方已经坍塌 如果按照旧地图 几人肯定不断碰目 连店主都劝两人 要想通过考核最好听男主的话 原来从几人上马车开始 测试就已经开始 这场委托主要的目的 就是测试考试者 是否适合当冒险者 如果粗心大意 自然也会被工会取消升级机会 随后几人开始 潮迷宫里的标注地点出发 路上很快便遇到了一大波古人 所幸铁弹和小美也有点实力 这么一大波古人 没让男主怎么帮忙便能解决 但也让他们两感到困惑 因为古人一般是不可能 聚集那么多在一起的 不过男主却明白原因 接着他拿起地上的袋子给两人看 里面正是可以吸引魔物的香水 不仅如此 男主还知道前面不远处 就会有人埋伏 果不其然就在他慢慢走到拐角处时 一个光头突然出现 不讲武德搞起偷袭 并且光头身后还有两个帮手 于是男主将光头推开交给了铁弹应付 自己则快速冲到弓手面前 三下五除二地将弓手打倒在地 接着一发火球袭来 男主一箭弹开 就这样魔法师也被他轻松拿下 另一边铁弹不敌 被光头一直苦苦压制 小美施展了一招之盲 将光头眼睛暂时照下 铁弹在趁机将其撞倒 再搭配上小美的飞尸攻击 终于成功砸晕了光头 事后男主将三人绑起 铁弹也明白了迷宫里的人心险恶 所以他愿意之后的行动 都听从男主的指挥 几人就这样继续朝着深处出发 原来这一切都是工会 为了测试冒险者搞出来的考验 随后几人很快就来到了 一层首领羊的门前 要想抵达标注地 必须穿越首领房 但铁弹他们都没有讨伐首领的经验 所以此时铁弹无比紧张 正好这时有第二组冒险者 也赶到了这里 这群人上来就嘲讽起了铁弹 还让小美跳槽跟他们混 听得男主果断提借指向队长 看着男主这恐怖的面具 对方也是果断认识 男主也不过多纠缠 只是腾出位置 让几人先进首领房 铁弹很不解为何男主要这么干 明明是自己先到的 大美则觉得男主肯定是有什么考量 才会这么做 果不其然 首领房里很快就传来了各种惨叫声 随后便是几人被工会工作人员抬了出来 男主表示铁弹要是不敢进放弃也无关系 虽然说有工会兜底不至于出现伤亡 但不打没胜算的战斗并不丢人 这话一出正好刺激了铁弹下定决心 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 为了一睹男主面具下的真容 她竟主动签下了奴隶契约 本以为男主最多只是毁文吗 可直到面具消除的那刻 女人还是无法压制内心的震惊 她怎么也没想到男主何止是毁文 而是重生成了不死足的事故 不过即使这样 女人对男主的感激之情依旧没有消解 甚至还表示愿意给男主提供血液 时间回到一天前 男主正带领两个队友参加同级冒险者的实战考试 在经过一系列的关卡后 众人终于来到了第一层迷宫的头目房间 而坐手此处的正式巨型史莱姆 打败的方法除了用高超的武艺攻击核心 就只能用威力强的魔法打击 虽然男主具有单杀史莱姆的实力 但此时她还是更想让队友磨练一下 只见见史莱姆迅速朝起逼近 在好不容易躲开史莱姆土坛攻势后 她终于有了近身攻击的机会 不曾想史莱姆的身体竟然能柔能刚 下秒就将她无情甩飞了出去 显然仅凭莱姆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独自打败头目 而趁着莱姆牵制的时候 法师坟母也是蓄力起魔法大招 至于男主则是在旁观察着全局 并不是给两人出一些战斗意见 男主知道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快地成长 再见到莱娜历练得差不多了 男主也是毫不犹豫瞬间拔剑加入战斗 随手一击就能轻松化解史莱姆的攻击 就这样在两个前卫的掩护下 坟母的大招终于迎场完毕 此刻胜负一分 仅仅片刻猛烈的火焰就直接将猛王活活烧成了一滩水 何欣也在这时暴露出来 在男主的指示下 莱娜上前就是一剑 就此一代猛王终究是领和饭 眼看两人为第一次打败头目如此高兴 男主却是从口袋拿出了猛样东西 表示接下来还有更开心的事 那就是收集史莱姆爆出的液体 这么新鲜的素材就算三人平分也能有不少钱 可就在他们采集液体之时 突然有一伙队伍冒出 打算抢在男主一行人面前成为第一个完成考试的人 来内想说些什么 可坟母和男主却是丝毫不着急 果不其然下秒那伙人就被终点前喷出的烟雾弄昏了过去 毕竟工会对冒险者最大的考量就是能否一直小心谨慎 在到达终点前都不能放松隐屁 随后男主三人推开大门见到了等候多时的考官 不出意外他们是第一个来这个队伍 除了获得象征红级冒险者的物件 考官还给了他们额外的小奖品 数瓶药水和做工精良的收纳袋 莱娜见状瞬间高兴地合不拢嘴 而在回去之前 男主提议带他们去见识迷宫第二层 他想让莱娜两人看看迷宫超脱场里的一幕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真到了第二层 莱娜还是止不住地发出惊叹 迷宫第二层完全是另一个独立的世界 不仅拥有完整的生态链 甚至天上还挂着太阳 一切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未知和刺激 莱娜希望现在能稍微探索一下 可男主却是果断拒绝了他 毕竟他和粉母才刚成为同级冒险者 眼下最重要的是沉淀 时间一晃来到黄辉 男主一行人也是顺利返回了城镇 莱娜两人十分感激男主这一路的指点 虽然很想和男主继续组队冒险 但粉母知道男主有着其他必须要完成的目标 所以才会毫不保留地将冒险经验倾囊享受 为了让他们赶快成长到能够独当一面 告别莱娜粉母后 前台希拉却是叫住了男主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下 他已经确定了现在的男主 就是消失许久的十年老友 男主自知身份瞒不过去 便跟着希拉来到了一间密室详聊 为了让男主放心 希拉甚至签下了奴隶契约书 只要他敢泄露男主的信息 就将被卖到奴隶王国 而在得知男主变成尸鬼的真相后 希拉不仅没害怕 更是拉住男主的手表示只要有名帮上 那男主至关找他 毕竟如果十年前没有男主帮助 也就没有现在的他 接着希拉又跟着男主来到了学者罗琳的家 他想跟更早得知真相的人好好聊聊 见状罗琳也是立马调谈起 老金事情原委后 罗琳也是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起来 他没想到希拉竟然敢一个人 走进尸鬼和可因模拟的家 如果他和男主真的有异心 那现在希拉恐怕已经被当成食物烹饪了起来 罗琳表面是在提醒希拉注意危机感 实则却是想恐吓这个情敌 不料希拉只是淡淡一笑化解了其攻势 一场高手间的博弈正在男主面前激情上磨 而经过两分半的对峙后 希拉终于是选择退队 一旁的男主听的是汗流加倍 急忙以做饭的名义开顿 晚饭过后 希拉也是说起了有关男主的证事 原来最近各地频繁有新手冒险者失踪 并且都没留下什么遗物 这明显是被有心之人抓走了 而男主作为完全不像新手的新手 再加上极度可疑的外表衣嘱 导致不少极度男主的人开始传谣 声称男主就是绑架的幕后人 为了避避风头 两女都要求男主最近一段时间好好待在家里不准外出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进化成试鬼后竟学会了魔器融合术 虽说还在人类时就已经略有耳闻 但要知道使用这种技能一个不小心就会让身体爆炸 也是突然间他竟发现自己虽微不死 却依然可以使用圣气 只要是被他砍过的木头都可以重新获得生命 这让一旁的好友不禁感叹男主的圣气 一般来说这种能力都是神明赐予的才对 原来男主之前修复过被废弃的祠堂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获得的吧 在意识到男主已经掌握了三种力量后 好友随即让他要不要试一下魔器融合术 这是一种非常高阶的技能 使用时需要同时发动魔力气力跟胜利三种能力融合 借此大幅提升攻击威力的技能 同时如果没有将三种力量把握好 那身体就会产生爆炸 可以说是高风险高回报 虽然好友表示这只是一时兴起提出的 但男主却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人类之躯 或许可以控制好这庞大的能量 就算真的产生爆炸 一不死足的身体也不会死掉 只见男主双手呈现红蓝buff 瞬间三种力量融合形成了金黄色 这就是魔器融合术的雏形 紧接着再把这股力量聚集在武器上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非常煎熬 就像是将一伙融合再进行控制一般 眼前的木头进一击就被男主砍成了球形 同时铁剑也因承受不住压力被炸了个粉碎 所谓圣气就是将一切污秽去除的力量 所以说一般的武器也承受不了圣气的力量 无奈之下他又给了男主一把特制的武器 虽然这把武器不能承受圣气的力量 但接受魔力跟气力的话还是不在话下的 也是一瞬间男主又想起了之前遇到的神秘魔 他询问好友如果遇到了两种力量 融合都打不过的敌人应该怎么办 那就多准备几把剑 在意识到需要更优秀的武器后 男主决定先去工会接接委托 但也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旁边的小巷子里传来了争吵的声音 在二人的对话中他隐约感觉到看来是委托谈崩了 或许可以接下这个活从中捞一笔 于是男主给了旁边的男人一笔小费 表示把这个委托让给自己 后者听完也是爽快答应 毕竟这是不通过工会审核的委托 后续处理麻烦得很 在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男主决定接下委托去会议会这个所谓的湖泊之主 原来男人是来自图兹村的伦特斯 好在男主也早对这个村子有所而闻 听说那里会时不时举办一些奇怪的祭典 而伦特斯也不否认这一点 因为这个村子确实存在着 现出美丽少女让湖泊之主拯救村子的传说 直到现在村里也会每年遵照传说举办祭典 却不曾想湖泊之主竟然真的出现 而且湖泊之主还开始频繁地要求祭品 现在村里已经有好几名女性牺牲了 直到现在已经开始轮到她的妹妹当祭品 所以这才拜托冒险者来拯救她的家人 虽然对方的要求不是打倒湖泊之主 而是拯救她的妹妹即可 但男主总感觉这件事另有蹊跷 在到达图兹村后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 此时村里一片宁静 其实村子以前还是很热闹的 自从湖泊之主开始发动骚动之后 大家都已经被折腾得不成人样 家家户户都在闭门不出 而这就是被湖泊之主选中的印记 门口被划了这道痕迹的人家 就必须将女儿献给湖泊之主 这是湖泊之主化的吗 不是 她栖息在湖泊的深处 没有人见过她的样子 拔下这道痕迹的应该就是侍奉她的狐马 在听到狐马后这样男主不淡定 那可是很强大的魔物 也是说到这里 屋里的妹妹听到了哥哥的声音打开了房门 见状伦特斯立马就介绍起自己找来的冒险者 但后者却突然将伦特斯拉回了屋里 显然妹妹并不相信眼前的男主 并以图兹村的祭典 不能因为她一人的任性打破 为由撤回了请求 但可惜男主接下的是跟伦特斯的委托 只有他本人才能取消委托 无奈之下妹妹只好接受了眼前的男人 但还是提出了不要妨碍祭典进行 因为她是自愿成为活祭品的 在了解妹妹不愿离开的情况后 男主觉得这湖泊之主看来是飞展不可怕 而在第一天过后 男主便来到了村子的湖边调查情况 从商人那里得知 湖泊之主最近非常生气 因此村民们根本无心购买我们的东西 而在离开之前 对方还好心地劝告男主放弃祭典离开村子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 此时妹妹已经为接下来的祭典做好了准备 伴随着村长说出的祭祀咒语 少女缓缓地走上了牧船 地旁的男主示意伦特斯做好准备 伴随着牧船到达湖面的中心 三人的周围瞬间就起了一阵浓雾 不可思议的是罐子里的宝珠突然发起了亮光 看来是那个湖泊之主出现了 只见水面上突然就呈现出了一只巨型鱿鱼 见此情景男主立马就明白了过来 只见他用罗琳给出的道具站在了水面上 一般来说库拉肯是居住在海中的 而且也不会喷火 所以这肯定是人为的幻境 在穿过鱿鱼的身体后 映入眼帘的果然是一艘货船 由魔术师在雾上投射幻影 然后再释放火弹桩桩样子 一个虚伪的湖泊之主就此呈现 没想到湖泊之主居然就是奸诈的商人 虽然早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怀疑救世了 还没两分半的功夫 男主就已经解决这个所谓的湖泊之主 而在第三天一早 他们就回到了岸边 接破了这些商人的阴谋 湖泊之主就是这些人假扮的 那些现出去的少女也全都幸福 现在就被关押在湖另一侧的小屋里 而在听到自己的家人都还活着时 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在完成这次的委托后 男主与对方告了 不曾想在离开之际 妹妹惊意外地给了男主一个活 等回到家后 男主将此次事情的来龙去脉 统统告诉了罗琳 后者听完也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进化成食事鬼后 竟拥有了专属眷属 虽然早就听说 吸血鬼具有制造眷属的能力 但要知道自己目前也才第二形态 也是无意间在与魔物战斗的时候 他竟发现自己的血液 可以驯服一些低筋魔物 原来就在刚刚 去不了迷宫的男主 只好在工会接一接简单的委托 但这些委托不是钱太少 就是是太多 因此还难以下手 就在思考片刻时 希拉突然出现 给男主推荐了一个比较高价的委托 虽然报酬是一枚铜笔 但内容却是采集龙血花 那是只开在独爪旁边的花朵 而关于这种花的背后 也有着一个传说 爱上人类女性的龙 其血液化作鲜红的花朵 所以这才被称为龙血花 虽然这种花代表着爱情 但同时也可以当作药材使用 而男主也是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 委托人竟然是孤儿院的孩子 经了解原来对方的院长 莉莉安得了一种名叫 邪气蓄积症的怪病 原来院长身为冬天教 同样也能够使用圣气 但如果使用者的圣气不够强大 就会产生副作用让身体吸尽邪气 虽然不会立刻致命 但也是迟早的事 而面对这种疾病男主也是第一次听说 这是请治愈术师诊断的结果 所以不会有错 要治疗就只能请圣者进化 或是服用特殊药物 所以这才发出了采摘龙血花的围托 不过在此之前 他们还要去一趟孤儿院的地下室 虽然那里不大却常有魔物出没 希望男主可以前去解决源头 而刚到地下室魔物就已经现身 只见映入眼帘的竟是几只小老鼠 男主觉得这种小东西根本用不上武器 于是转而使用拳头将其打飞 不料小老鼠偶然间咬破了男主的拳头 在将其摔到地上后 对方突然发生了一扁 只见刚才的小灰鼠立马变成了小黑鼠 而面对这种情况男主也猛逼了 自己好像一不小心收服了这只小老鼠 在将其带回家后 男主把今天的来龙去脉都讲给罗林 后者在听完之后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露出了节节节的笑声 这下好了又多了一个研究对象 好的小黑 是的小黑 而隔天男主就乘坐马车来到了目的地 由于这里到处都是沼泽 所以马车无法继续深入 接下来的路程则是需要男主自己不行 塔拉斯库沼泽虽然有着其他的正式名称 但大家都不会那样讲 因为这里存在着亚龙族的塔拉斯库 有些罕见的动植物也会生长在这里 但也就在这时一发案件突然射向了男主 抬头望去发现居然是成群的哥布林 野生的魔物会比迷宫里的魔物还要强大 他们不仅有着一定的沟通 还很擅长使用武器 对于一般的冒险者来说 这种魔物是非常难缠的对手 但如果是现在的男主 解决起来就会轻松许多 还没两秒半的功夫 哥布林群就被男主打成团面 接着便朝着沼泽更深处前进 而在塔拉斯库沼泽内 越深入七毒素就会越强 好在男主现在是属于不死族拥有对毒的抗性 不得不说不死族除了外表有点难堪之外 其余的全都是好处 男主感叹就这样过一辈子或许也不错 但也就在这时前方突然有什么东西游了过来 而与此同时希腊也找上了罗林进行谈话 原来自男主上次解决了湖泊之主事件后 工会已经知道了图兹村的事 原来工会也有协助引渡罪犯 村民们也始终没有透露出冒险者的名字 所以这才来找罗林进行质问 或许雷特认为就算是助人的一方 只要跟绑架事件扯上关系 还是会加深嫌疑吧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了解雷特 毕竟我们也认识很久了 那么罗林小姐知道雷特 为什么会想成为神音级冒险者的理由吗 不知道 这么说来我还真没问过他 听说冒险者这一行 不要打听别人的过往是种礼貌 当然也有我不是很积极地想知道的原因 毕竟那家伙就是这样的人 难道你就不怕他在此次的委托中陷入危险吗 毕竟那里存在着亚龙族的塔拉斯库 而另一边男主很不幸地遇到了塔拉斯库 此时的他已经被逼上了绝境 无奈之下只能拼死一步 好在对方的毒素对男主起不到作用 这才让男主有了可乘之机 眼看只用魔力没法造成致命伤 接着又转头开始使用魔器融合术 却不料一刀下去依然造不成什么伤害 就在男主束手无策时 旁边的小黑终于开始行动了 只见他使用圣气迅速爬进了塔拉普斯的嘴里 就在男主以为小黑被吃掉时 不曾想下一秒对方竟又从嘴里吐了出来 经过小黑的这一指示 男主发现塔拉斯库竟然害怕圣气 正巧前不久男主练习了圣气的融合 想必在这里就可以尝试一下威力 战后在将塔拉斯库的尸体收入囊中后 他们接着又前往了沼泽的最深处 这次果然还没走几步就看见了传说中的龙血花 并且不是一朵 而是一片 可正当男主准备多带一点回去时 不料这时却出现了一名白发男子 这个女人是真的服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沉鱼落雁的容貌 竟被男主吐槽是老女人 而后者也不傻 在意识到罗琳已经生气后 立马就用出了毕生所学 而面对这张口就来的夸词 罗琳又随即问出了一个灵魂拷问 你该不会对每个女人都这么说吧 而男主也表示冤枉 自己只是把想到的说出来而已 并没有想那么多 眼看对方这么真诚 罗琳也突然不好意思起来 为了缓解彼此的尴尬 他只好以奖励血液为由回到了房间 而隔天一早 男主就回到孤儿院将龙血花交给了艾莉姐 后者在得知后也是一脸震惊 毕竟龙血花可不好采摘 而且保存的品质还这么完好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自己还真不敢相信 这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任务 既然品质是完好的 那院长的邪气蓄积症马上就能治好 但可惜如果数量再多一点就好 这样就可以就更多的人了 话音刚落男主就突然拿出了一袋子的龙血花 并表示如果需要这些都可以拿去且不要钱 几人被男主这突如其来的慷慨整摩了 怎么龙血花在他眼里犹如野草一般 说给就给 要知道这个数量可以卖不少钱 但男主却表示自己是个老实人 偶然帮助他人也不错 而在事后离开之际 艾莉姐对男主提出了想当冒险者的想法 如果想成为冒险者就要尽快开始休息 男主给对方提出了前往工会参加授课的主意 如果有空的话我也可以亲自教你 虽然对方很想去工会学习 但奈何财力不够 可男主却表示不用担心 我直接一条龙服务 正好我有个朋友很闲 不料对方想都没想就拒绝 艾莉姐觉得自己不能太依赖雷克先生 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一笔启动资金就好 等自己真当上了冒险者 就会将钱连带利息还给你 在处理完孤儿院的委托后 男主又随即回到了工会进行报告 顺便将塔拉斯库的素材交给希拉 并希望对方可以托人找解剖师进行处理 虽然男主曾经在村里跟猎人学过解剖动物 但要是遇到大型魔物的话 还是找专业人员比较靠谱 对方也是个行家 在看到素材的时候 立马就认出了这是亚龙族的塔拉斯库 并且看伤口还是一击毙命 就这样在彻底完成委托后 男主又开始回想起了上次遇到的白猫 虽然当时没有过多察觉 但能来到塔拉斯库沼泽深处的人肯定都不简单 对方至少也是无限接近荆棘的水平 但更让男主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对方的委托邀请 明明自己只是同级 而果不其愿 隔天一早希拉就突然叫住了男主 对方来的目的正是询问男主是不是认识拉托尔家的人 显然这个名字男主连听都没听过 那对方为何要指名道姓的委托雷特费呢 在接过信封看到名字后 男主这才意识到原来是那个白猫的委托 原来拉托尔家虽然并非贵族 但却是很古老的家系 在很久之前就跟这个城镇有过经营阶层的关联 而且每一代的工会会长都会被郑重告知 千万不能让拉托尔家族丢离 如果还想在这个城镇生活下去的话 男主就不能拒绝对方的委托 虽然男主就没打算拒绝就什么 而在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 要想进入拉托尔的府邸 就要穿过前面的迷宫 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迷宫 门口的守卫告诉男主 这是一座使用了特殊魔岛具的迷宫 里面的路会时不时发生变化 而在询问后才得知 原来拉托尔的历代当家都喜欢收集魔岛具 这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做出来的而已 不过这也算是对男主的一种考验 只要通过了亭渊迷宫 就可以从当家那里获得一个魔岛具 显然这么丰富的奖励迷宫必然不好通过 男主便想询问守卫有没有什么通关的建议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进化成诗鬼后 竟对眼前的血瓶产生了兴趣 虽然自己平时喝的都是罗琳的血液 可他的直觉却告诉他 这瓶子里的血液绝不是一般血液 而果不其然一旁的少女表示 这正是传说中吸血鬼的血液 原来就在刚刚 收到拉图尔家族委托的男主 刚到领地门口就要接受第一道迷宫考验 虽然对方已经承诺通关就会送出一件魔岛具 但要知道这个迷宫同样也是魔岛具所造 想要通过弹劾容易 况且此时还不能靠太阳辨别方向 也是想着想着 男主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处庭院 惊讶的是上面还坐着一名少女 对方似乎已经等候多时一半 随即便邀请男主前来喝茶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的情况 男主只好同意了对方的邀请 起初在看到少女的第一眼时 男主还以为是拉图尔家的大小剑 毕竟对方用的茶具似乎也是魔岛具 明明没有在里面放茶 可倒出的却是茶水 原来这个茶壶只要是曾经泡过的茶 就可以不断重现无数次 在这个世界魔岛具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然诞生于迷宫之中的 另一种则是由工匠制作的仿制品 显然这个茶壶至少也有200年的历史 估计的保守价值也在300枚白金币 这个数额可把男主听猛了 但也就在这时对方突然对男主的面具产生了兴趣 当得知这种魔岛具居然是在路边摊买的时候 少女还久久不可置信 毕竟像这种可以随心改变外观的面具可不多见 当即想出重金买下这部面具 虽然男主很想卖出去 但奈何这面具就连自己都无法摘除 而且之前的面部遮挡也波亏了他 所以只好委婉拒绝了这波天的富贵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在临走时对方也同样给男主提出了 不要相信太阳的建议 连续两次听到这种忠告 这座迷宫果然有什么机关 于是男主决定朝返向扔出一块石头 下一秒石头竟离奇消失了 没想到居然是空间移动 而且还是单向的转移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男主终于摸透了迷宫的规律 并找到了出去的路 也是来到拉脱尔的府邸之后他才明白 原来刚才遇到的少女 居然正是拉脱尔的现任当家罗拉 按照约定男主可以在拉脱尔家族持有的魔岛剧中挑选一件 男主随即便表示想要那个迷宫的魔短军 但对方却以某种理由拒绝了男主 所以还是尽量在地下收藏室里进行挑选 毕竟这里的可选择性相对较多一点 就比如这个一旦丢出去就可以不断跳动的球 又或者可以随意操控的直升飞艇 据说现在飞艇就是按照这种东西仿造出来的次品 虽然男主心中的少年很想要这款玩具 但身为大人的自己还是选择更有用的东西的 其实这个遥控飞艇并非完全没用 只要将自己的意识注入进去 就可以共享飞艇的事业 当作侦察工具或许不错 就是比较耗兰 比男主现在的魔力最多也只能支撑两分半 所以先进观其便好了 本以为这里会有一些什么好东西 可实际上却是大部分都很没用 有些魔导具甚至看上去有用但又没用的感觉 就在男主被吓得不知所措时 他的手好像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 还没来得及反应 下一秒眼前就出现了一具魔导人物 同时一旁的罗拉连忙让伊萨克找到关闭按钮 可对方同样也不记得遥控器放在了哪里 所以在此期间只好让男主拖延一下 可想要拖住这个大家伙谈何容易 男主万万没想到 眼前的人偶仅仅只是吸收了一点点魔力 就可以变得如此之强 不管自己如何攻击都是躺臂挡车 眼看伊萨克还没找到钥匙 无奈之下男主只好准备用出魔器融合术 如果是三种力量结合的话 或许还有击败的可能 可就在即将释放的一瞬间 此时男主还以为是伊萨克找到了遥控器 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罗拉的一样 在确定彼此都没有什么大爱后 他们便接着继续帮男主寻找合适的魔导具 接着他们来到了最深处 这些都是从魔物身上采取的素材 虽然并非魔导具 但却可以造出一些药物和武器 但也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感觉到了眼前血瓶的一样 这正是传说中吸血鬼的血液 据说只要摄取到一滴 就能变成高阶魔物吸血鬼 当然这只是传闻罢 虽然有不少喝下吸血鬼血液的记录 但其中的大多数不是发狂而死 就是侥幸活下来成了废人 可以说变成吸血鬼的概率几乎为零 但男主现在可是不死之身 说不定真的可以进化成吸血鬼 回到家后 男主将今天的来龙去脉都讲给了罗琳 后者也感觉这个拉托尔家族不简单 对方给人的感觉简直比王族还要慷慨 至于这个吸血鬼血液 罗琳同样也建议男主不要喝下 尽管你的不死之身真的可以撑主 但显然与男主相处这么多年 罗琳怎么可能不知道对方的性格 如果放弃了这次的机会 那可能之后就很难有新的突破 何况男主早在人类时期的愿望 就是成为神鹰级冒险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